一切真正的和伟大的东西 都是淳朴而谦逊的 前段时间 有两张地铁偷拍照 在网络疯传 一男子 全身形透简单至极 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 给人感觉就是一个路人甲 可定睛一看 文件袋里 竟然是一张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后的报道通知书 果真如此的话 为什么如此寒酸呢 博士读了不好 就业只有继续搞科研 或者最新研究的人 真不在乎吃穿 或者科研人员本来就穷 此言一出 当即就有网友现身说法 我儿子是华科大2016年博士 现在阿里巴巴 年薪百万 上衣没有超过100元的 这只是个人的爱好 没那么多为什么 但是还有人在抬杠 除了推动人类进程的精英 一般人不吃吃喝喝穿穿用用 还活着干嘛 言下之意 有钱了 不享受不是傻子吗 我很喜欢 一位网友一针见血的反驳 富有也是分层次的 老话说得好 水深而流缓 人贵而雨迟 越是水深之处 水流越缓慢 越是厉害的人 越不会张扬 看过有一个很火的帖子 一个男生追求一位985 在读女博士 一次 男生看到女生微博转发一款 Elly猫猫包 以为她想要 就在约会时 买了送她 没想到女生的回应是 怎么买这个 她不追求名牌 让男生以后别花这冤枉钱 男孩解释道 我看你的包都磨编了 正好换一个 别亏待自己 女生说 她只是不想换罢了 现在论文的试剂 都是她自己买的 买包没必要 大家都不看重这些 男生笑道 试剂才几个钱啊 谁知女生接下来的一句话 让她惊掉下巴 一刻三四十万吧 男生这才发现 自己才是那个无知的穷人 自然界中白色的花 几乎都很香 但颜色艳丽的花 往往不怎么香 这是自然规律 也是人生法则 一个人越富有 越低调 中国人常说 一瓶子不满 半瓶子晃荡 去看看那些自命不凡的人 都长啥样 辽宁营口 一对夫妻 指着加油员的鼻子 破口大骂 丈夫扬言 她老婆不用上班 在家坐着就有五千元工资 女人更是嚣张跋扈 以止气势 你不下岗我就不走了 公安局局长来了也不好使 穿得像剪破烂的一样 我这表四十万能买你命 后来视频曝光 有关单位一查 事件的缘由尤为可笑 争执的导火索 竟然只是因为一个加油赠品 还有那个在公交车上 大骂外地人的北京大妈 明明车厢里有空余座位 她硬要一个年轻女孩让座 而且还自称自己残疾 大喊大叫道 臭外地的 上北京要饭来了 狂什么呀 我就瞧不起外地人 没素质 女孩忍不住回对了一句 北京都是你家的 有本事 你住故宫里 大妈当场乍毛 我还真是正黄奇人 有通天文 你看看 你有吗 一边摘下帽子 直着额头 自诩贵族 一边一口一个臭外地的 对女孩肆意羞辱 更有甚至 比如那个大闹火车站的 女艺人刘某 在过安检的时候 被发现行李箱中 携带有依然压缩喷雾 安检员要求她开包检查 并且告知她不能带进站 谁知刘某以联系朋友 来取为由 偷偷将喷雾 擅自带进后车厅 被发现后 不仅没有道歉 还在后车厅里大吵大闹 全程有录音录像是吧 我也是公众人物 注意我的言辞 你完了 然后 明场面来了 被民警强制传唤 审讯时 她故意把鞋子甩掉 脚晃来晃去 民警要求她穿上鞋子 把脚放好 她称需要一双袜子 五千块的鞋 承担不了我的脚 孟非曾在节目中说 所有的优越感 都不是来自容貌 身材 知识 家族 财富 地位 成就和权利 她只来自缺见识和缺悲悯 越是浅薄的人 越是自以为是 目中无人 和大家分享两个高赞故事 她的店面旁边是一家金店 老板是一个秃头大叔 可能是因为不是啥忘铺 她一直以为 大叔是来养老的 有空她会找大叔喝茶聊天 有时免不了要吹几句牛皮 炫耀一下月入好几万的营业额 每次大叔都面带微笑地听着 这样的日子平淡无奇 直到疫情刚刚缓和的那段时间 因为鼓励摆摊 他们所在的街面 一下子涌入一大堆小摊小贩 人多的时候 连店面门口都会堵上 他不高兴了 就找大叔抱怨 其实就是想窜择大叔 让他出头解决一下问题 但是大叔却不为所动 每天照旧悠哉悠哉地喝着茶 就这样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他愈发对大叔好奇起来 仔细向一些人打听后才得知 原来大叔在当地开了五家金店 而且商铺还都是他自己的 听说在外地也有不少房产 还拿着几家超市的股份 那一刻他目瞪口呆 不只是惊叹大叔的身价不菲 还有大叔慢悠悠地 和他讨论门口摊贩时 说出的那句话 年轻人 特殊时期 特殊对待吗 第二个故事 来自一个物业管理人员 一次他所在的物业公司 派遣店工去停车场维修管道 一不留神 店工连人代管掉下来 砸在一台长安SUV上 隔壁一台崭新的路虎缆胜 也被波及到 被喷了一车子粪水 不幸中的万幸 人没事 很快 长安SUV车主接到电话赶到现场 这时候 他们才知道 这位还是那辆路虎的车主 物业赶忙道歉 承诺赔付维修款 可是这位车主 却关心店工的伤势 得知人无恙后 拦拦着 人没事就好 人没事就好 然后也没提赔偿的事情 只是指了指路虎车说道 没事没事 我现在开这台 你们帮我洗下车就行 问 有钱和富有之间 到底差了什么 答 开一味体恤人间极苦的药 去一去心里傲慢的病 一个经典的小故事 某年 北大开学 一个男生扛着大包小包 在偌大的艳员转悠 他迷路了 这时候 一味穿着旧式中山装 好似看门人的老大爷 从他身边路过 男生赶忙凑上前去 把东西往老人脚下一放到 大爷 麻烦您帮忙照看一会儿 说完就镜子找地方报到去了 老大爷一头雾水 不过也没离开 姥姥失失地守在原地 九月的北京 天气还是很热 旁边的学生对老人说 您回去吧 我替他看着 可老大爷婉拒到 还是我等他吧 换了人 他该找不着了 等到男生回来后 老人什么也没说 转身就走了 三天后的开学典礼上 男生惊讶地望着台上的副校长 大名鼎鼎的纪献林教授 久久说不出话来 真正富足的人 从不炫耀拥有的一切 他不告诉别人读过什么书 开过什么车 去过什么地方 有多少件衣裳 买过什么珠宝 因为他没有自卑感 共勉